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选择在车里睡觉就要开空调 这样就很耗油了 想要在无人区里补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为了省油不开空调 那么自己很容易生病 一病就更麻烦了 在无人区是找不到医院的 不及时治疗的话 后果让人不敢想象 所以最好还是准备好帐篷 有些人忍不住担心了 住在帐篷里会不会不安全 如果被野外的动物袭击了怎么办呢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无人区的动物一般是不会袭击人的 也不用担心遭到打劫 在那广阔的无人区里连人的影子都见不到 就放心的睡吧 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 出去探险一定要做好各种的安全防护措施哦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